四川滋阳 身处中国西部内陆的一座城市 人口只有三百万 但却被称为西部车城 因为这里在为全球超过二十四个国家生产内燃机车 对于地处中国内陆的生产者来说 如何让上百吨重的机车运往世界各地的车 不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更事关他们的成败 两百公里之外的宜宾 金沙江和闽江在此会合 它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起点 从这里长江将横跨中国流入太平洋 这条大河也成为一个绝佳的运输通道 特别对于超大和重型货物而言 水路运输的成本只相当于公路运输的十五分之一 它的优势无可取代 第一批为阿根廷生产的九台机车已经完成装配 工人们必须将它运送到2800公里之外的上海港 一艘国际货轮将在两周后准时抵达 这是第一单打开每周市场的机车 顺利安全的运输更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选择公路运送这批机车 必须要面临限高限重等各种难题 运费也异常高昂 而这一切对于水运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 从滋阳车厂运来的机车被运送到港口 工人们必须抓紧时间将它吊装到货船上 一夜的忙碌 九台机车从陆地安全吊装到货轮上 水运对于大型货物的运输优势显而易见 但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河流 干旱的中国西部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 2016年中国煤炭开采量达到了33.6亿吨 它支撑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能源供应 如何把这些体量巨大的物资由西部输送到东部 是维系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关键 正线全长594公里的硕黄铁路 是中国最繁忙的线路之一 每天113对列车在这条铁路上穿行 它像一条人造运河成为中国能源运输的大动脉 山西神池是这条能源大动脉的起点 来自中国西部的煤炭在这里汇聚 它们将通过这条路上河流 远远不断地运往中国东部 在这里列车被重新编组 连接成216节长达3公里的超长车列 拖动这辆两万吨重的列车 需要两台功率达到9600千瓦的超级电力机车 启动它们已经是一件难事 更大的困难还在路上 从神池出发一路向东 海拔落差超过1500米 重载列车几乎都在下行的隧道和弯道上行驶 巨大的惯性是列车安全最大的威胁 如果弯道减速时 216节列车不能同步制动 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操作的秘密在这里 技术主管邱真 每天的工作是对硕黄铁路沿线的4G基站进行巡查 这是全球首次在重载列车上使用这一尖端技术 两台机车相互间距1.5公里 但控制必须保证精准同步 超出0.1秒的反应之后 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重大事故 为保证4G网络全程覆盖 硕黄铁路沿线设有260座基站 它们每天都在持续为列车发送数据信号 这项信号技术是实现超长编组列车安全运行的核心 它可以保证间隔1.5公里的两组电力机车完成同步操控 又一列重载列车顺利通过这个危险路段 这是一项最前沿的科技 人脸识别技术 通过图像识别和大数据 可以快速锁定需要寻找的人物 贵阳公安局监控大厅 工程师们正在紧张地调试着一套最新的人脸识别监控系统 800公里之外 曹涛坐上一辆从广州开往贵阳的列车 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回贵阳 参加这次重要的调试工作 曹涛所在的公司从事的是人脸识别系统的研发和服务 今年他们决定将总部从一线城市搬到贵阳 之所以选择这里 贵州交通的飞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贵州 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自然条件优越 但却速来以交通不变著城 这严重影响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曹涛出发的广州处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 但过去乘火车到贵阳要22个小时 高速铁路的开通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仅需要四个半小时 曹涛就可以到达800多公里之外的贵阳 及时回到贵阳的曹涛赶上了关键的测试工作 要不做一些技术处理 要不就用天网这套整个网络 今天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竞相争取的资源 高铁修到哪里 不但意味着巨大的交通便利 也意味着这座城市将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竞争优势 截至2017年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 运行里程达到2.2万公里 占到全球高铁里程的60% 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 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彼此通行的时间被缩短到一小时 以高铁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圈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出现 三峡稍微中间海星98 经过五天的行驶 宜宾出发的阿根廷机车抵达长江最重要的关卡 三峡大坝 1994年 中国耗费巨资和长达12年的时间 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工程 三峡大坝 它每年向电网输送超过2240万千瓦的电力 代替了至少20个百万千瓦级的火力发电站 同时这一超级工程让长江上游的水位升高了113米 上百个险滩被沉入江底 大型船舶最终可以顺利通过 三峡大坝 让长江变成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 今天三峡通航量已经超出设计通航量的十倍 这条世界排名第三大的河流 正在承担着全球内陆水运最高的货运压力 巨大的运力提升 给三峡大坝带来不小的挑战 对于郭燕来说 每天要输到如此大规模的船舶穿过大坝 是个棘手的工作 他必须依靠一套巨大的转运系统 五级船闸 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核船闸 全长1607米 分为五个闸市 通过闸市水位的顺序调控 可以同时帮助12艘3000吨级的货船 双向跨越三峡大坝 113米的巨大落差 船长驾驶货船 耐心等待着通过五级船闸的指令 每次通过船闸需要耗费四个小时 运输高峰 排队时间会更长 这样的通行时间对于需要快速穿过大坝的游船 和应急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中国的工程师有了自己的法宝 世界上最大的生船机 它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电梯 每次提升的重量达到15500吨 它能够轻松地将船只 在十分钟内垂直抬升113米 要保持这样世界级的生船速度 建造难度可想而知 使用齿轮齿条的爬升 是工程师们找到的最好办法 巨大的齿条在重力的帮助下上下滚动 将这个200米长的超级电梯往复提升 更重要的是 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重力平衡的原理 来提升这部超级电梯 使得整体运行的能耗 降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了这两个解决方案 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行能力 得到全面的提升 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 正在利用它水运的巨大优势 使得它流经的11个省市紧密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条横贯中国的经济走廊 为阿根廷制造的机车 顺利通过三峡 下一站将到达长江出海口 他们将被装上远洋货轮 运往最终的目的地 但在此之前 他们还需要继续在长江上航行10天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